驾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我們又要準備出發到下一個景點了 其實我們要走的路上 風光都非常的漂亮 我們會經過這個隧道很長 這個隧道大概有14公里 我記得我們經過這個隧道的時候 我們是在研究說 啊 這個隧道有多的 然後經過的沿途的風光明媚 這真的是非常漂亮的風景 然後下一個 我們要去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叫做合掌村 這就是日本很有名的合掌村 也是在1995年 持有的青稿 被聯合國教科文斧資 登陸為世界文化遺產 你看這櫃子喔 這都是世界遺產喔 這都不可以把它擋住 每一樣東西都是 除非我們世界遺產 就是UNESCO 我們會在中島 要在合掌村吃他們 當地的料理 你看這是 很好吃喔 哇 那個肉好好吃 這最出名的就是肉 你看可以住合掌村 在這一種他們 他們這一種傳統的餐廳吃飯 不管說它是吃好吃藍喔 可以來感受我們 當地人的生活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享受和體驗 人家說 走到出國 去到一個地方 你就是要去體驗 跟台灣的不同 所以 你吃的就是日本料理 不是台灣料理 你現在在合掌村裡面 吃中島 我不知道你們的感受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加上 你們來了 櫻花就在這邊等著你們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福氣 所以說 這是山腳 所以 你看 春天 櫻花都還在開 雖說 沒看到紫藤大開 但是 看到櫻花大開 等一下 我們要經過這一座吊橋 我們要去看 合掌村 這個合掌村 是怎樣 才會說合掌村 他的家就是 跟我們兩支手 合起來一樣 其實 他開家的方法 是怎樣 他會開這樣 像旁邊的家庭 這樣很寫 就是 跟我們去歐洲一樣 歐洲人的家 都寫著 就是 這樣 如果我們去洗的時候 洗它就主動 就落下來 洗主動就落下來 就比較不會這樣 掉到家庭上 把他抵抬它 所以 這就是 都到目前 都還保存得很好 所以 我們現在看的 這個就是 合掌村 這個合掌屋 但大多數 也可以說全部 都是木造的建築 但是 他現在有些已經都 比較破壞的家庭 所以也有一些 用那種 鐵片 他現在可能就是 重新整修 先把鐵片放上去 可能之後 然後 才要把稻草 每一年 每一年 一層一層的這樣鋪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合掌村 他這個 初期的家庭 他就沒用一間 沒在用燈子 所以 而且這個家庭 又很用 很牢靠 所以說 這就是 剛才我有說說 他這跟歐洲一樣 合掌的那個 差不多三四十年 就一定要換這個茅草 三十年 四十年 那個茅草 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換掉 所以 每次 每一次 都要換這個茅草的時 都用那個 很大量的人力 所以 每一次 拿一家人的屋頂 要翻修 整整整的人 一定會 都同心協力作為來完成 所以 他們這種合作的方式 他們這裡有一個 叫做結 結合的結 這就是 大家 都來把我們家庭 換房子 所以說 這種方式 在他們日本的 叫做結 結 就是結合的結 這也是 非常有意義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的 白川鄉的 合掌村 沿途 非常的漂亮 好 大家都來這裡 這樣看 今天 沒熱 天氣 真好 天氣 真好 但是 我沒來的時候 很熱 所以 我們有兩團 所以 第一團 跟 第二團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人家說 這個 白川鄉的 世界文化遺產 是在日本 人氣的 旅遊商店 好像說 這個 地方 像童話世界一樣 有沒有像 童話世界 哇 這是禮 禮 要把它 吹起來 你看 大家都在那裡 摧這些魚 所以 這個 世界文化遺產 我們就不得不來 春夏秋冬 來 都沒有一樣的意境 所以说,人家说,我们一生一定要来拜奉一堂 包括他留学时,风景也不一样 这礼仪,他们家问的礼仪就是 他们家有一个阿公,一个爸爸,一个孙子 就有几个孙子,就有几个礼仪 这就是日本的传统 所以你看,他们那里面有什么狗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都做童心协力 这就是一个人说人的风修 所以来此必看 一定要好好的来玩一下 河掌村 说白川香到五穀山的河掌俱乐 是日本飞头地区白川香到五穀山的总称 所以他刚才有说过 他是在一基九五年,列入世界化遗产 所以他当天来,这个地方也是白茫茫的一片 白茫茫的一片 所以说来到这都一定会来这 河掌村去看一看 百文不如一见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这就是用茫茫茫茫去看 这些人,他们很合作 大家都很合的 所以他们都说就是结架 结合的结喔 一个打自己的角 所以他有很多 河掌村 他们也是有点点的时刻 所以每一个季节来都不一样 晚上来也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来一遍 不要像来一遍 我们秋天也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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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样 你看人家的茄子很清晰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干净 这个茄子做得很牢靠 看上去 你们都会 吃饭 吃饭 吃饭